在三月的時候就不小心 變成理事長了這樣子 那我想今天在這個場合 這樣的一個分享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是一個從網路上開始的NGO 就我們先發行環境資訊電子報 最後才決定成立一個NGO 那所以一個意義當然就是 16年這是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 這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當然它中間有很多的 發展的歷程跟很多的一些挑戰 特別是在資訊技術的部分 那其實2000年在網路界 或者是NGO界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那那時候有一些關於Dark.org的討論 其實就是那時候就在討論 網路科技怎麼樣對NGO有一些幫助 那這邊是摘要了當年的一些討論 那有一些你只能在archives.org找到了 那有一些現在還找得到 那但是我想就是如果喜歡考古的朋友們的話 當然可以我還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料 那當然這裡其實如果是對於那時候的歷史 比較熟悉的可能會聽過南方電子報 那也可能聽過明日報 那所以2000年那時候的背景是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就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不在中央政府了 那其實那個時候有吸納了不少社會運動者 進入執政的領域裡面 然後那一年是Y2K Y2K大概是軟體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因為它代表了把所有的系統全部重寫一遍是可能的 對 那再來就是在台灣的網路界的話 明日報創刊 然後台灣雅虎跟奇摩合併 然後寬頻的年代來臨 那那時候所謂的寬頻 我有把數字列在上面 就是它的頻快是512K跟64K 然後價格是一個月2000塊 那是那時候所謂的寬頻 那其實它背後的網路的背景是教育網路 就是台灣學術網路和波階年代的時代大概結束了 那當然其實在世界的網際網路發展的話 2000年也是.com泡沫拓列的那一年 對 那所以其實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機 對 那給技術人的話就是那時候的open source 其實已經幾乎成熟或者是已經可以容易被運用了 但是當然它還是一個進入門檻比較高的情況 那其實差異最多的可能是所謂的package management 所以你必須要熟悉非常多的工具 花一到兩天的時間才能建構好一個可以用的系統 那這邊用了一個open source的train 就是LAMP 就是Linux Apache MySQL 跟PHP 其實那時候已經幾乎是網路價站的標準配備跟選項值 那進入了Evil那其實這還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機 當然在台灣來講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事件 就是又一次的政黨輪替 而且這一次是包括立法院國會的政治組成也不一樣了 那在技術方面有就是物聯網就是Internet of Things 時代到底是不是來臨了 其實至少以我們作為一個環境NGO的角度來看 其實在環境監測上 請您用這個 因為他要直播用這個 好 最少在環境監測這件事情上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點 因為他讓民間版的環境監測資料庫變成可能 那其實如果對一些Maker的社群比較熟的應該知道 其實他們前陣子非常流行做PM2.5的監測器 那只要有一個單位或者一群人建構起一些資料庫 將他們串聯起來 那以前只有政府必須用高資本投資才能做的環境即時監測這件事 其實民間也有機會來做 那我把頻寬特別列出來做reference 然後選了一個跟當年價格差不多的 可以讓大家想像一下網路環境的差異 那其實open source當然持續的發展 那這邊先很快的介紹一下 當年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設立的背景 那其實那是最上面的是發刊詞 是在2000年4月17號 那如果能辦一份不被廣告商 企業財團左右的專業環境報紙 應該可以讓更多人關心環境議題 那其實這背後 對應到現在的一些思考概念 它其實宣示了它 期待它是一個獨立媒體 然後它是一個分眾媒體 然後有遠大的志向 因為在當年網路會讓人家覺得很多事是可能的 所以當初設定的是希望有20萬的定位的族群 然後也希望發行國際的版本 那這是當時的情況 然後大約一年後我們決定設立了組織 然後就是成立了社團法人 那當然就將之前的一個發刊詞 跟我們的願景寫進了我們的宗旨裡面 那後來還有一個隱藏版的任務 就是環境信託 那環境信託在我們組織的任務裡 對應到的概念是公民參與 那等一下會講一個環境信託 跟網路結合的例子 那就是白海豚信託 就是在台灣一個還蠻重要的 對抗國光石化 在濱海設立工業區的一個案子 對 好 那這個是 這其實我們都開玩笑說 這是我們的制服這樣子 這是歷年來地球日 我們為了地球日活動做的logo 那其實只是用這個來做一個快速的摘要 那當然如果要把16年的故事 不管再怎麼濃縮 它大概都不會太簡單的說完 所以我們只做一個很快的對比比較 那當然有很多detail可能會跳過 那我們事後會補充英文版的powerpoint 給非中文的讀者 那首先在網路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web1.0的網站 web1.0的概念 其實就是poto入口網站 那例如說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image就是雅虎 那所以當年幾乎所有的網站都是朝向 我要成為什麼樣的入口網站 做一個目標 那我們內部的協作工具 其實就是email加上一些即時通訊軟體 那當然那時候的即時通訊軟體是ICQ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很重要的一個背景 就是因為其他媒體不太報環境新聞 那個時候的環境新聞如果會出現 它會出現在生活版或副刊 如果它是生態報導的話 通常是在覆蓋 或者它偶爾會到社會版 那通常是嚴重的抗爭事件 被當成暴力事件或犯罪事件在報導 那到了2016年 它我們還是一個web1.0的網站 那當然我們加掛了很多web2.0的外掛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就是當你已經成為有一定流量的入口 網站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太多轉型的選擇 因為入口網站還是有它的價值 它作為分類資料和一定的資料搜尋的一個來源的時候 它的價值是一定的 但是它必須要思考就是它在試占率的下降 其實我們常開玩笑說就是以前台灣只有三個無線電視台 所以大家的收視率都是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當有線電視開放的那一天 你的收視率就只剩各位數字了 甚至連百分之一都被認為是不錯的節目效果 那當然在我們16年的經驗我們覺得最大的事件當然就是 Facebook跟智慧型手機的崛起 那它其實跟商業界的網路觀察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邊其實很巧的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的資訊工程師一直在0.5到一個人的配比左右 那這個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等一下會試著說明一下就是 那如何讓每天發報和網站活16年 然後在這麼少的專任資訊工程師下被完成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那當然這也可能是因為我們還活著 卻到某些.com或者是某一些商業組織 無法繼續的一個差異點之一 那但是其實現在真正的一個外部環境的變化 是所有的媒體都在報環境新聞了 那其實當這件事已經從非主流變某一種形態的主流 你可能會突然發現你的位置消失了 或者迷失了 那其實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來做一些分享 那我們現在的電子報的定戶數是2萬左右 對 那跟當年的20萬的目標來比 那當然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那我們自己最不希望看到的答案 但是我們卻一直提醒自己 一定要懷疑那是正確答案的 就是如果它是一個Niche Market 就是它是一個粉種媒體 也許這就是上限 因為我們在前兩三年就到這個數字了 一直到現在還是這個數字 那這就表示在組織的發展策略上 需要有更多不一樣的思考進行 那下面其實是我們 那給系統工程師的一個分享 就是這是我們歷年來發生的重大的災損事件 那其實大家想像得到的事情都會發生 對 就是其實大家沒想像的事情也會發生 我們遇過機房火災跟機房被檢察官查扣這樣的事情 對 那但是不過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另外找機會再來討論說明 那因為今天時間比較有限 所以我很快的來說明一下 我們當年的最重要的幾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網路的速度與優勢 大概2000年的時候 Google就已經是搜尋的主流之一了 那時候其實Yahoo還是比較大 但是因為Google的侵略式的策略 所以它讓你去搜尋環境新聞 在很角落的環境新聞是做得到的 那Google侵略性的策略就是 它不管你網站有沒有同意它的搜尋引擎 就是要把你的內容拿下來 其實在當年也是有非常大的道德爭議跟著作權的爭議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快速的募集網友制工 如果我們組織裡偶爾會有人問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們算不算是一個社群 或者我們是不是一個社群起家的組織 那答案是當然是 因為其實第一批工作的人全部都是網路上募集而來的 包括我在內 因為其實發看那時候我還在當兵還沒退伍 那Environmental News Service的授權 正式授權 但是他們授權的條件是我們的中文譯稿要讓他們的中文編輯審核過 我們才能發布中文的新聞 那這個流程 我們因為其實大家都是網路人 從一開始就都是網路人 這個流程通常可以在一天左右就完成 包括時差在內 那所以 所以其實只要你願意使用網路 然後你願意讓你的流程配合工具 那其實那個效率是很快就會出來的 那當然最後一個我們用紅字標出來的就是 所謂的Always Online就是 很多人會習慣開始帶著Notebook 然後到了第一個停下來的點就問可不可以有網路 那在那個年代其實就是有一點辛苦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還是會習慣這樣問 那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要留在線上 來確保每天發報是可以順利進行的 然後 這邊有一些經驗分享就是如果你的組織夠久了 你的系統夠久了 你大概會進入這樣的週期 就是你大概五年才有餘力將你的城市 就是大幅度的升級改版 那在那之前大概就是 有問題的時候修問題 那其實很巧的就在我們的了解裡 其實大部分的商業公司的大型系統的生命週期 大概也都是五到八年 那其實這個有可能是 我們講的Legacy System的必然的宿命 就是因為你越來越熟悉這些城市 你維護成本在一開始會越來越 越來越 一開始是非常低的 所以你遇到需求的時候 你會傾向維護它 然後接著新版本出來了 它不一定跟你為了維護或者為了客製化寫出來的城市相容 所以你唯一的選擇就是不要升級 但是不要升級幾次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再也無法service新功能了 那所以你就必須投入非常大的改版 每次的改版動用的人力跟時間都非常 大概都是一個六個月 然後需要有外部工程師介入的一個事件 那其實到2010年對我們來說 其實那是一個策略跟進行的 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時間點 那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開始向Poto網站公稿 那其實背後的意思是 我們開始有自己的記者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角色就更像媒體了 那最後有一個小小的分享 就是我們在有一天突然有一個很奇怪的peak 發生在我們的網站 那就是在1月3號 那是一個國外的新聞 那當然實際上最後發現的原因就是Facebook 那這邊其實我們只是將其他的一些成果 做一個更大的摘要 那其實第一點就是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技術比較領先 我們可以自己建好 所謂的LNMP Stake 所以我們也協助了20幾個NGO 建立他們的網站 那當然那時候的網路化 大概就是你能收email 你能建網站 就算是NGO進有參與網路了 那一直到去年 我們決定停止這項服務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這件事其實可以讓更專業的來 那我們的Focus 會更Focus我們自己內部的需求 對 然後剛剛提到的就是在環境信託的話 就是在2010年就是台灣有一個國光石化的案子 他們要在彰化大城師弟畫一大塊 然後要填海遭路建工業區 我們跟當在地的一些其他環保組織 主要是彰化環保聯盟 決定共同發起一個募資行動 因為當初的背景是 那塊地其實是國家的 然後國有產產局 說他們可以用每瓶 方公尺100塊賣給國光石化 那我們就說 我們為什麼不把它買下來 所以我們就發起了一個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用119塊每瓶 跟國產署來買同樣的這塊地的活動 然後他在四個月內 宣稱募到了3億多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處理金流 所以實際上我們是 比較像是連署的形式 然後宋建跟政府說 我們要購買這塊地 那目前這個案子還在政府審查中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當你想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當然你會跟政府有很多的 打交道的需求跟經驗 而且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那這邊為什麼我們會用somebody 當這一張slide的抬頭 其實這有一點是在呼應G0V的 先承認你就是那個nobody 但是其實當你做這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就變成了一個somebody 那somebody你就要面對很多的事情 那我舉個例好了 最重要的這件事對所有在網路上的ngo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DNS的管理權是一定要somebody才能擁有的 因為DNS到期的那一天你沒有繼續註冊 那基本上你一定會被註冊走 所以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記得DNS 一定要隨時renew 而且如果這個DNS有一個 你沒有成為一個法律上的 或者是一個社會知名組織的時候 DNS的申訴流程是會判給有相同名字 或類似名字的實體組織 這其實是大家如果在網路社群 決定要不要作為一個somebody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可能是要評估的重點 那所以我們的網址已經用了15年了 那當然如果現場有java的programmer 就會發現我們的網址其實當初是有挑過的 其實它就是我們組織的反序的縮寫這樣子 就是台灣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提到微韻的 就是你至少要有一個hosting的server 不管是實體的 或者是VM或者是外部的hosting 活那麼久 你才能夠真的運作下去 那實際上大部分時候 我們是有三到四個serverbox是online的 那這個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以上業組織來說 你要確保你的serverbox的service level 就是不管是幾個9這樣子 就是你大概都要有三到四成的防禦中身 就是我們說的你第一線 你要首先你要讓你的系統盡可能的穩定 那第二線就是你必須要 你最好有值班工程師或者有人on call 然後來處理這件事 然後第三線就是 如果真的遇到了像駭客入侵這種等級的時間 或需要review system這樣的事件 那你需要資深的系統工程師才能完成 那我們怎麼達到的呢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的系統大概都是一人完成終身保固 那我是第一任工程師 所以我現在還在on call的名單裡面 對 那剛剛有一張slide列出來的 其實是有進到我的cue裡面的事件 那其實更小的事件就根本沒有列出來了 對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持續16年 大家都很關心的是funding的問題 那其實剛才前面有一張slide我沒有特別講 其實大部分的 其他我們做的網站大概有7成以上是政府的網站 那這個是我們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 那我們早期的時候是傾向拒絕企業募款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環境人拒絕的本能 那目前我們 然後所以我們主要資金來源 現在大概小額募款 已經有佔到4成到5成的funding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政府的補助 或者是以政府專案為主 那剩下一點點時間就是很快的summarize 我們現在的看到的一些情況 那其實我們會說所謂的網路參與 其實我想要把這個網路這樣子擴大 第一個就是我們習慣說的internet 就是online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人的網路 那這是我們說的offline的部分 那所以當你成為somebody之後 就是你是一個有組織圖的組織的時候 持續會發生的事情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是 宗旨和理念的代工 一定到了某一年進來的某一些工作人員 其實不知道這個組織的核心目標是什麼 我講的是他進來的那一天一定不知道 那你的組織有沒有持續的去溝通這件事 其實很難 因為那時候的老人只會越來越忙 所以老人越來越難去跟他們去闡述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組織外 就是我們16年前設想的那些目標 其實今天特別拿出來給大家看 是不是還是真的 我們是不是還是要這樣走下去 比如說我們真的還要 還是要衝到20萬的訂戶嗎 對 那其實這個是有在改變的 那我們作為老人或者是新人 其實組織要一直提醒自己 外在環境是有變化的 那最後有一個是要提出來的是 就是我們最常在提醒自己的事情之一是 當你在一個議題夠久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既得利益者 那當然其實一般只是某種stakeholder 用既得利益者可能會放大 我舉一個嚴肅的例子就是 當你是一個媒體 你可以你訴求政府應該要諮詢公開 但是因為你是一個媒體的角色 你可能也有自己的人脈跟channel 那你可能更容易拿到政府還沒公開的資料 那這時候其實政府全部諮詢公開的時候 這個記者會突然發現他的力量不見了 那他要重新思考他的定位 所以這個是在組織越久 其實這件事都要一直提醒自己 那當然組織的經營管理挑戰 就是只要你是一個具體的組織 有立案了 你開始發薪水了 就會有各式各樣組織管理的問題 那這個都大部分是人的問題 最簡單的就是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遵守勞基法到什麼程度 就是NGO共同的大問號 就是是不是那個八小時之後 所有的工作人員就變職工了這樣子 那其他的就是公平性的問題 那其實 然後我們最近新的討論就是 當我們訴求資訊公開的時候 我們自己內部的資訊是不是夠公開了 我們的會議記錄 我們做的slide 為什麼 網路上找不到 那 這些其實是 這也是算是G0v 或者是這一波新的open data的浪潮 給我們的一些反思 那其實 但是我特別想講的是 組織內外的 數位落差 其實這一點其實是 剛剛正好前面兩個session都有提到 組織裡應該配置多少資訊人員才夠 才好 那這個我們其實一直在摸索 但是有一句很重要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信號要很小心 當組織裡任何人說 這應該是資訊組的是吧 或 這應該是工程師的是吧 就表示這個組織內部的 數位落差會快速的擴大 因為這表示其他的組織成員 已經變成operation的一部分了 他們已經會跟外界 或者是甚至內部的數位系統 和數位知識的距離 會越來越遙遠 那 那剛才legancy system已經說過了 你的系統上限的第一天開始 就是legancy system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五年後可能才有第一次改版的 可惜機會 那 接下來的代價就是 你會發現 它其實跟外部的資訊環境 資訊技術和主流 我們講的典範轉移越來越大 的距離越來越大 我講的典範轉移就是 現在Poto大家都不會認為它是典範 但我們還必須維持住 我們這個Poto的網站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怎麼樣去平衡它 是一個很需要評估的事情 那所以 其實我們的組織也 得另一個真實的困境 就是我們的資訊組 大部分的時間在真人中 那這個 這個有幾個背景 第一個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 我們也在思考 最早期當然是 一個駭客 或者是我們講的就資訊工程師 快速的打造所有的系統 那接下來來到第一次改版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想 我們要不要開始有中長期的計畫 那接下來進來的人 他就會比較像技術長的角色 他要開始評估這個技術的營運成本 維護成本 然後 那 但是當組織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最希望的是 或認為所有的NGO 應該優先培養的是像資訊長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這個是非常呼應前一個 誰選的說法 他 他就是那一位內應 他必須熟悉組織要什麼 但是他又要能跟技術人對談 所以就表示他要有對技術的敏感度 但他不應該也不需要是coding的那一個人 因為現在外部的社群跟外部的 不管是志工 或者甚至你找funding外包 都比你養一個技術人員可能更合理 但是一個好的資訊長非常難培養 那他可能需要是技術背景 或對技術有非常多的熱忱 然後他在組織裡 最重要的時間可能是跟所有的部門聊天 那但是這個就會進入另一個困境就是 好的技術人員手會癢 他會想要寫程式 那所以這樣的角色會 會困 會不容易去創造出來 那另外一個挑戰當然就是 這三個在商業市場裡都很貴 所以有時候能夠找到 有他的背景 有他的原因 也有他的緣分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我們沒有答案這樣子 那所以 NGO要扮演在網路世界 或網路技術在NGO當中 可以在公民代理人這個 思考上可以辦什麼樣的角色 那因為時間其實已經到了 我就很快的把它摘要 那第一個就是 它是一個資訊和力量的匯集 那所以我們可以報導環境新聞報導16年 那其實它累積了非常多的資料 跟訊息會 跟力量 那包括像剛才講的白海豚的募資計畫 那另外一個是快速反應 那就是我們累積了這一些知識跟經驗 那當然我們可以更快的完成某一些任務 那最後就是當你累積了 你的一定身份變成somebody的時候 政府或企業界或其他NGO 也會邀請你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 甚至你會代表去做一些真實的決策 那那這一點其實這也是 你成為somebody之後 自然會出現的公民代理人的角色 那但是我們有非常多的反思 那前面用的那些是 就是給網路工程師的一個小趣味 其實這一頁用的都是網路工程師會遇到的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代理人 其實一定要隨時的思考 你真的得到授權了嗎 還是你以為你得到授權而已 這樣子 那這邊是呼應到最一開始的主題 就是從DAT-ORG到DAT-G0V 那其實在當年其實我們的思考就是 有一些NGO的技術走得比較快 所以我們可以幫政府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們會期待我們可以做更多的資訊的消化跟傳播 那右邊這張圖是Gin Lee之前公開發表過的一個模型 就是中介人的模型 那其實NGO在這個角色上 特別是你要參與議題的話 你應該做的比較好的選擇我們現在的認知 反而是你可以擁抱技術 特別是跟技術社群和擁有技術的各種NGO 或者是公司合作 但是在真實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運用你對議題的深入了解 跟長期經營的結果 所以你應該去扮演一個有效率的 有信用的中介人 那這個結語是一個很有趣的照片 那這樣這一個照片是那個 就是把一個開關做一個加工 然後往下移了20公分 那如果有些人可能知道 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那這張照片就 我覺得非常忠實的反映我們組織的現況跟心情 那另一個目的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購不到原來開關位置的小朋友 那你有哪些做法 那去Page那個System是一種做法 那也是我們當初選擇的做法之一 但是當時空環境改變 科技技術改變了 也許你原來的Page需要被refactor或review了 那就會有很多像我們今天這樣子的問號出現 那但是我想我們也還是很樂觀的覺得就是我們還是會隨時的 在每一次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說我們就是那個Nobody參與下去 好謝謝大家 很棒分享 特別是對有用過ICQ的人一定很有興趣 那個 好 透露年紀 一個問題好不好 我們留一個問題 那宇昌你問過了耶 有沒有其他人 好沒有 那就你 我想要替網路上的人問 就是有一個叫Po Home的人 他會問說你好像在星宇 好想了解一下個人Facebook的資料 如果被星宇收集之後怎麼樣這樣選擇 謝謝 遠端提問 這個其實不在scope裡面 對 那其實我用另一個形式來回答就是 其實我參與的角色 我的真實的身份一直都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師 那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所以我才有辦法跟我們的組織長期保持這樣的互動跟反思 對啊 那當然科技公司跟NGO的角色一定會有一些道德界限或者是奇怪的conflict的 那這個我沒有答案 對 那所以 所以我也 也許我等一下直接進聊天室跟他討論一下好了 如果有環資這15年來發展相關的問題的話 對 對